今天上午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.41万亿元 同比增长4.2% 继续保持稳中提滞的态势 其中 出口9.48万亿元 增长6.7% 进口7.93万亿元 增长1.3% 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欧盟 东盟和美国仍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 其中 与欧盟进出口2.72万亿元 增长10.8% 与东盟进出口2.35万亿元 增长11.3% 与美国进出口2.1万亿元 下降8.1% 同时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5.03万亿元 增长10.2% 前7个月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 持续释放 贸易增速高出同期我国外贸总体增速6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更去多元化 数据显示 民营企业进出口7.31万亿元 同比增长11.8% 增速居于各类型企业之首 成为拉动我国外贸的主力军 同时 商品结构也持续优化 今年前7个月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5.5万亿元 增长6.1% 占我国外贸出口总值的58% 我们现在这个贸易结构 尤其是出口结构 是在不断地从低端向高端进一步的发展 机电产品占比越来越大 从这些产品的品质来看 我们也是越来越好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企业这种品牌建设 在不断地加强 所以也有更多的中国的企业的自主品牌 自主设计在走向世界